欢迎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295集 就在张世飞抬头要走的时候 那四名阴帅也追了过来 只见那白无常挥舞着枯脏棒 罩着张世飞的头就砸了下来 张世飞随手挥刀一挡 强大的力量下 竟将那谢碧安弹飞了出去 好在那范无就及时赶到接住了他 谢碧安只感觉到自己浑身 就像要散架了一样啊 真没想到 这小子的力量竟然这么大 那是自然了 就连张世飞自己也发现了 这酒的威力确实惊人啊 而且时间越久 后劲就越大 张世飞此时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气力 只见他拿着南非宝刀 满脸冷笑的望着这四位地府顶尖的高手 谢碧安挣扎着站了起来 不得不说 此时的他望着张世飞的眼神之中 已经流露出了一丝恐惧 能拥有这么强的力量 那他一定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谢碧安想到这儿 便对着张世飞颤声说道 你你究竟是谁 我是谁 我有病啊 为啥要告诉你 张世飞心想 他冷笑了一下 他刚想回答无可奉告 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的 忽然就想起来来这里之前 所遇到的那个玉面什么龙 张世飞一想起这个家伙 之前在三生石给他的故事中 也有这个家伙的故事 张世飞现在已经知道 那个什么龙没有死了 于是心中顿时想出了一个损招 只见张世飞对着谢碧安朗声说道 在下小银龙 小银龙 听张世飞说出了此话之后 谢碧安犯无救 牛阿棒 马明罗 四名阴帅全都愣住了 在他们的记忆之中 似乎也没有一个叫小银龙的神仙呢 这小银龙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要说他们之中 还真就属吊死鬼谢碧安想的最多 他心想 看来这个小银龙应该不是神仙 如果不是神仙的话 那一定就是快要修成正果的修道之人 于是谢碧安便又对着张世飞大声说道 小银龙 我问你 你的道号是什么 张世飞一听就笑了 嘿嘿嘿 这可是你们自己找骂的啊 想到这儿 张世飞便将南非宝刀转向左手 空出了右手凌空一甩 握紧了拳头后 向上一翻 然后将一根中指竖起 怒指着那四名尖帅 然后他十分嚣张地冷笑道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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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的道号怎么如此古怪啊 不过即便是这样 谢碧安也将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中 只要有道号那就好办了 一定能够查出他到底是什么人 不过 见这小银龙对着他们竖起了中指 要知道这手势在古代 那可就是代表着放马过来的意思啊 该死 这可怎么办呢 见这小银龙的气势越来越强 四名音帅全都慌了神了 他们站在原地 就连那不要命的犯无救 也不敢轻易地上前挑战 只是不停地哆嗦着 一边哆嗦嘴里还一边念叨着 必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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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啊 这个名字叫做小银龙 道号为我靠的家伙 当真让他们感觉到了恐惧 他们怕了 恐惧让人变得懦弱 让鬼变得彷徨 而他们此时并不知道 张世飞此时已经没有了 要再跟他们斗下去的念叨 他转头看了看 那条路的尽头还燃着一丝灯火 张世飞明白 那是他回家的光芒 李兰英现在在干什么呢 难道还是在山洞里面等着我吗 他讲错了 李兰英此时并不是在山洞之中 而是在山洞之外 我们把尽头拉回到那荒山之上 只见此时的李兰英背对着洞口 抬头望着上空 表情满是凝重 只见到天空之上 竟然盘旋着一条白色的怪蟒 这条怪蟒大概得有四五十米 头顶上竟然长了两根 好像是刺一般的独角 在他出现之后 整座山都被笼罩在了一片乌云之中 那条怪蟒便在云雾之中如动穿行 经历了漫长的干旱 现在出现的乌云 却并没有为这山带来一丝生机和希望 反而带来了一股强烈的杀机 只见李兰英指针的半空中不断盘旋的怪蟒 咬着牙对齐喊道 要打你就滚下来 要不打你就滚一边去 而那怪蟒听见了他这么一说后竟然笑了 只见他张开了大嘴 发出了类似红钟一般的声音 哼 交不出伤我弟弟的那个人 就赶快给我滚开 大爷 我可饶你不死 没有错了 这条怪蟒便是之前的 玉面无量小圣龙所说的大哥 他俩同属玉蟒 同源却不同羞 而且也没有什么太深的交情 不过每年他们都会聚在一起 然后互相互惠互利 换法修行 就在前不久 这玉蟒照例寻着自己弟弟的气味 就找了过去 他很奇怪啊 为啥这自己的兄弟 放着好好的洞府不做 要搬到那么远的地方修行呢 见到了他那小圣龙后 小圣龙便对着自己的兄长 无量圣龙哭诉起了自己的遭遇 他对那玉面圣龙说道 自己的洞府被强人所占 宝物全都落在了他人手中 而且自己还险些被杀死 只好跑到了这深山荒洞之中 苟延残喘 并求兄长为其报仇 要说他们本来就没啥亲情 只不过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罢了 而且呢 玉面无量小圣龙呢 已撒了谎 其实他所拥有的最珍贵的宝贝 已经被他藏在了这洞中 而且自己现在居住的这个洞 虽然看上去不起眼儿 但是却是他另外一个造化 这是小圣龙在逃难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的 这个山洞之中竟然别有洞天 而且他惊喜的发现 这里竟然是东北龙脉的肺部 当然了 这些事情 他是不会跟自己的兄长 无量圣龙说的 要不然的话 恐怕那无量圣龙 很可能会心生歹念 抢他的洞府 你还真别说啊 无量圣龙还真就答应了替他报仇 不过 他们两只妖怪全都心照不宣 这无量圣龙虽然明面上说 要替他报仇 但是说白了 也就是贪图那被抢走的宝物 要知道两蛇都是上古之物 早在他们刚刚拥有意识的时候 无意之中 竟各自得到了一些宝贝 正是靠着这些宝贝的灵气 所以他们才会修成妖道 而且如果坚持下去的话 完全可以脱离兽皮 退化为龙 那无量圣龙就是了 他已经修成了两条怪脚 稍加时日 便可达成心愿 他听说 这小圣龙的洞府被战后 心中止不住的窃喜啊 要知道自己这兄弟 可是出奇的农包啊 只会靠着宝物 终日炎乐 失了那两件宝物 对自己来说也不算坏事 因为自己完全可以把那宝物夺过来 美其名曰 为地报仇 最后宝物也得了 恩情也洒下了 岂不两全其美 于是呢 他便赶到了那深山之中 李莱英当时正在睡觉 忽然被一股强烈的妖气惊醒 于是便跑了出来 正忘记了那无量圣龙 无量圣龙询问了李莱英几句之后 知道了伤小圣龙的人不在 便想要禁动夺宝 可是李莱英哪能让他得逞啊 于是二话不说 他俩便打斗了起来 李莱英虽然已经变得很强 可是竟然也不敌那怪蟒蛇 而落了下风 最后他拼死 将那无量圣龙打遍了原形 可是李莱英想不到啊 那无量圣龙的原形 竟然比人形的状态还要生猛啊 于是他自己也伤得不轻 见着无量圣龙实在太厉害 李莱英心中暗自叫苦啊 只见他表情凝重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但是却依旧不离那洞口半步 他明白 自己即使是死 也要守着张是非的身体 不能让这畜生得逞 只见那半空中的无量圣龙 大声的对着李莱英喝道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让开 或者死 李莱英冷笑了一下 他感觉到了这条长处 已经聚集了很强的气 而接下来的一击 他很有可能丧命 但是他却依旧没有让开 只见他朝着身旁吐了口唾沫 然后对着那天上的玉面圣龙冷笑道 去你妈的 有种你就来 说到这儿啊 只见到无量圣龙勃然大怒 似乎他也没有什么耐性 继续贫下去了 于是他便深邪了一口气 然后张开了大嘴 一道妖气夹杂着腥风 向着李莱英射了下来 李莱英望着那道妖气 知道以自己的本事 是躲不开也挡不住的 恐怕下一刻就要长穿肚烂了吧 李莱英脑海之中快速的想着 就是好遗憾呢 没有等到自己的兄弟回来 张世妃啊张世妃 你 哎 忽然李莱英的心中一愣 一股熟悉而又陌生的气 从背后浮现 顿时李莱英也不怕了 只见他的脸上浮现了一抹笑容 就在那妖气 马上要打在李莱英身上的时候 忽然李莱英的背后蓝芒一闪 就在一瞬间 一个身影挡在了李莱英的身前 李莱英看着眼前的家伙 顿时咧嘴一笑 这个孙子不是自己的好兄弟 还能是谁啊 他回来了 在千钧一发之际 挡在了李莱英胸前的 正是那张世妃 想想就在前不久 他还在三叉口处 同的四大阴帅较量 为什么如今却又还阳了呢 原来是这样 张世妃自己知道 李三炷香烧完的时间 没剩下多久了 于是他并没有犹豫 直接冲入了那回魂路 这个回魂路 是阴世通往人间的道路 也是阴阳先生们 过阴回家的通道 在这条道路上 漂浮着无数游魂 这些游魂 会让人产生错觉 如果在回魂路上 回了头的话 就会被游魂缠住 永远留在这里 但是那只是对 普通的修道之人来说的 张世妃现在已经远远的 超出了那个级别 只见他 刚一进回魂路 就忘记了前面一片雾气 这让他很是恼怒啊 于是便横着一刀 这一刀下去不要紧 愣是劈死了上千的游魂 而剩下的那些游魂 全都跟见了煞星一般 四处逃命去了 哪还有什么闲心 去搞什么鬼幻觉呀 而那四大阴帅 见到这小圣龙 竟然逃跑了 便犹豫了起来 到底是追 还是不追呀 最后还是谢必安 拿定了主意 追吧 反正追也是死 可是不追的话 很有可能生不如死 一想到这儿啊 那四个家伙 便硬着头皮追了上去 他们的心里 原本以为啊 就算打不过那小圣龙 也不能一无所获的回去 起码要知道 这家伙的洞府在哪 到时候就可以回去报信 虽然既不如人很窝囊 但是起码 也有个为自己狡辩的理由啊 在生死之前 这窝不窝囊 也变得次要了 于是他们走得很慢 张世飞呢 一路是视如破竹 很快就杀出了灰魂鹿 他只感觉到眼前一亮 就看到了自己的身体 于是他慌忙 钻进了自己的身体 而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到了 外面好像有一股挺强的妖气 于是便慌忙出去 刚走到洞口 就听见那李莱英 对着天空叫骂 张世飞抬头一看 就忘记了这无量圣龙 这家伙的故事 虽然张世飞不知道 但是呢 小阴龙的故事 三生石 却讲给了他听啊 他心里已经知道 这小圣龙没有死 而且还有一个哥哥 貌似这个一头长俩 尖尖脚的 就是那什么龙的哥哥吧 于是呢 就在那无量圣龙 喷出妖气的时候 张世飞就已经拦在了 李莱英的身前 现在他身上 吞天石地的威力 正是最大的时候 只见他轻轻的一挥手 就将那股妖气拍了回去 而李莱英 见到张世飞回来 顿时大喜的骂道 卧槽 终于回来了 这怎么变得这么猛啊 哎 又抱粗口了 张世飞无奈的笑了笑 但是他明白 现在三炷香的时间 马上就要过去了 必须速战速决 于是他便对着李莱英说道 老李 一会再说 我先把他收拾了 说到了此处 张世飞双腿一弓 蹭的一下 就窜上了高空 看到李莱英 一愣一愣的 心想这家伙 又得到了什么奇遇啊 怎么这么夸张呢 李莱英不会想到 更夸张的 还在后面呢 只见张世飞 跳上了半空的同时 那无量胜龙 正好将那反弹回来的妖气 吞到了肚子里 他看着眼前的 这不速之客 竟然吓得瑟瑟发抖 其实这也不怪他 要知道 连那四大阴帅 都怕张世飞啊 更何况这一只还没有成就大戒后的妖怪呢 只见那无量胜龙 对着张世飞有些畏惧的说道 阁下是 要你老命的人 张世飞根本就不跟他废话 这种妖怪留在世上就是害人 还是直接除了吧 想到这儿 张世飞将自己身上的不要脸的气 再次散发 那无量胜龙顿时吓傻了 这也太离谱了吧 动物有本能 能感觉出别的东西比自己强 还是比自己弱 跟这种怪物打呀 自己有多少命都照不住啊 没有办法 只好跑了 可是就在那无量胜龙 刚要转身逃走 张世飞便一阵冷笑 三炷香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了 而且一会儿那四个阴魂不散的家伙 还会追来 不能浪费时间 必须一击必杀 想到这儿 张世飞便双手握住了南非宝刀 将其举过头顶 然后对着那要逃走的玉面胜龙 如同奔离闪电 批出了权力的一击 只不过这一击的威力 似乎有点大了 连张世飞自己都没有想到 现在自己的权力一击 竟然有这么强的威力 那无量胜龙被拦腰砍断是必须的 可是他那附着仙谷之力的刀器 却并没有消失 反而越变越长啊 狠狠的就砍在了这座山的山顶上 轰隆巨响是地动山摇 这座山竟然被张世飞全力的一刀 齐刷刷的劈成了两二 李莱英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啊 这是真的吗 那真是老张 哇靠 不会是妖怪变出来骗我的吗 不对呀 那妖怪也没有这么强的力量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张世飞愣住了 而李莱英只感觉到脚下一阵剧烈的颤抖 他面前不远处的地面 竟然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声音 然后是 轰隆隆隆 那一半的山体竟然倒了下去 这座山呢 最后只剩下了半截 张世飞待在了那里啊 他望着硝烟弥漫的山体 真无法相信这是自己干的 这也太离谱了吧 而就在这时 张世飞忽然又感觉到了四股强大的气息 他知道这是无常他们杀来了 于是便没有时间再犹豫 飞身来到了李莱英的面前 好在被他弄倒的那半截山 并不是白龙洞的这半截 要不然的话 还真就麻烦了 李莱英见到了这种超自然的现象 显然已经傻了眼了 而就在这时 张世飞拉着李莱英就跑进了山洞 前脚刚一迈进山洞 张世飞回手一抽 仙谷之气顿时将远处的一块大石头 拉扯了过来 紧紧的堵住了洞口 好在这山钢塔碎石遍地 所以如果不知道这原本就有洞的话 还真就看不出来 只见黑暗之中 张世飞捂住了李莱英的嘴巴 然后对着他小声地说道 别说话 别发出气 李莱英正纳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便也感觉到了自古强到离谱的气出现了 他心中的问号一个接一个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过他还是照着张世飞说的做了 因为他信任张世飞 不管怎样 他永远都不会忽悠自己 于是便慌忙收了妖气 连大气都不敢出啊 而这个时候 外面的半空之上出现了一丝涟漪 然后一个好像是吊死鬼的家伙伸出了脑袋 他有些害怕的向着四周看了看 认定了并没有什么异样之后 便钻了出来 谢碧安 范无旧 牛蛙棒 马明罗四个倒霉的阴帅真是害怕了 他们自然不敢再去招惹那张世飞 只想要知道他的住处 然后好回去禀报 而现在他们全都望着脚下的半截山峰面面相去呀 这分明就是人工造成的 而那小阴龙此时又失去了踪影 莫非这是他给四人的警告 四人之前已经见识过那小阴龙的厉害 如今又看了看这脚下的山峰 心中全都没了主意呀 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过了好久 只见那谢碧安哭丧着脸说道 哎 看来咱们跟丢了 咱们这阴帅的位子也坐到头咯 另外三个人全都哭丧着脸呢 看来他们当真要被打下十八层地狱了 他娘呢 那范无旧 似乎因为又受到了刺激而再次失控了 只见他在半空之中手舞足蹈的大声叫道 必须死 这范无旧和谢碧安乃是真兄弟 即便是死后也能心意相通 所以只有他能听明白这范无旧说的是什么意思 只见他哭丧着脸对着范无旧说 老八呀 咱哥俩可真是 哎呀 我啥都不说了 这范无旧也哭丧着脸呢 他似乎觉得自己太窝囊了 骂也没骂过人家 打也没打过人家 还被人家熊得跟个三孙子似的 想想自己回去之后 多半要坠着阿鼻地狱 一想起这个 他就没缘由的来气呀 只见他一边大声地骂道必须死 一边发泄地乱射出了一股阴气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于是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